我先跳過去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會在這裡談兩宫約 那這個當然是因為兩宫約在最近的這一段時間 跟台灣內國的法律體系 發生了一個很重要的這個連結跟很重要的關鍵 那過去這個暑假是一個酷暑 但是在這個酷暑的過程當中 如果各位有機會了解到 其實法務部總統府的人權諮詢委員會 在過去這個酷暑的幾個月當中 很積極的跟各個政府機關 在籌備台灣中華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兩宫約的國家報告 那我們的政府機關透過這個暑假 跟暑假之前好幾個月的時間 很積極的在檢討 國內的法令 國內的相關政策 那是不是符合兩宫約 然後要撰寫一個國家報告 那也因為這樣子很多這個NGO 很多國內的人權團體 那也開始想說 是不是也要因此來寫一個這個跟政府不一樣的影子報告 shadow report 那不管是國家報告也好 影子報告也好 這些也許你現在聽起來覺得很陌生的名詞 其實是任何一個在聯合國體系底下有機會加入這些人權公約的會員國 他很熟悉的事情 任何一個國家加入了聯合國的這些人權公約 這個國家定期的就會需要繳交國家報告 而他的NGO定期的就會去提供這些影子報告 那過去這個酷暑 其實我們的政府機關已經動起來了 已經在做這件事情 那本來從學界的角度來看 我們當時還很擔心政府 他並沒有真正想要提一個國家報告 或者他撰寫國家報告的方式 可能完全不符這個兩宫約的相關的要求 那但是我也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儘管作為一個這個自由派的學者 有時候我們難免對不同的這個政權底下的政府 會有一些不信任 但是過去這幾個月時間 我們確實看到法務部 看到政府機關是從兩公約要求各個會員國 準備國家報告的規格來準備這個報告 那已經經過了一輪、二輪、三輪的討論 我不想要在座有沒有同仁 這個曾經有機會參與到這個國家報告撰寫的這個過程 當中很多的這些詢問或討論 有的話可以舉手讓我看一下嗎 有 這個謝謝 那還好有人可以證明張老師說的是真的 所以這個我一直在講說 兩公約跟我們內國法律體系 已經發生了一個很重要的關係 那過去這幾個月 可以說是台灣的一個新的人權時刻 過去台灣有很多憲法時刻 有很多修憲、制憲的討論 那台灣我往往也會在選舉時刻 總是有選不完的選舉 那台灣很少能夠在一個所謂的人權的時刻 所謂一個human rights moment 那這個兩公約現在在國內 真的是已經到了這樣的一個人權時刻 那如果你不知道為什麼 那這件事情要回到兩年前 2009年3月31號 那立法院正式以批准條約案的方式 通過了兩公約 ICCPR、ICSCR 那這個批准 那這個在後來的5月14號 當時的馬英九總統也正式 如果你沒有記得當時在總統府 那很浩浩蕩蕩的 那因為中華民國很久沒有正式的簽署公約 所以馬英九總統也坐在那裡 那把公約在很漂亮的桌布上簽署 這個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份簽署了這兩公約 那所以我們批准這兩公約的這個批准書 其實後來也正式送到了聯合國秘書長那裡 那大家抱著很高的期待 那我想這個你們一定會不意外的知道結果 那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就以這個中華民國 那已經不是聯合國的這個會員國 那援引這個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 或者說被逐出聯合國這樣的一個決議文 就這個退回了我們的批准書 所以本來在國際法上或國際人權法上 那我們國家已經批准了 那但是這個批准書被退回 本來在國際法跟國際人權法上 學者可能還會需要去辯論說 那你現在到底有沒有完成批准程序呢 你的批准書沒有被人家接受 所以這個公約對你到底有沒有拘束力 其實當時這個台灣的國際法 國際人權法學界有這樣一個小小的辯論 那今天這個等一下會來談的廖福特廖教授 他就有提到說儘管這個我們的批准書不被聯合國所接受 那基於台灣特殊的國家地位 那但是他從國際法的理論認為說 那國家只要完成批准程序 就等於認可了他要受這個公約的拘束 所以他在那個時候就認為這個公約也應該要對台灣有拘束力 那可是這個也許還可以再繼續辯論 但是這個學界的辯論 在當時立法院同時做的一個動作之後 這個辯論就只留於學理的辯論 因為實務上已經沒有意義了 為什麼 因為立法院其實當時也很清楚 在這整個國際政治的情勢上 台灣就算是想要當好學生 想要當模範生 人家也不給我們當好學生跟模範生的機會 所以這個立法院當時就在3月31號批准兩公約的同時 也通過了一個兩公約施刑法 那今天因為我講的東西很多會在兩公約監督聯盟送給大家 這真的是一個很棒的禮物 送給大家的這兩本 大家手上是不是有 有可以拿出來給我看一下嗎 因為我等一下會從這個來講 那這個我必須要很敢配這個 呃 跆拳會跟兩公約這個監督聯盟 那在我的國際人權法課上 我一直在強調兩公約不是只是這些條文 兩公約更重要的是這些 那當時一直苦於這個怎麼樣把這個資訊 讓國內 呃 法律人 那非法律人 決策者能夠知道 結果在我還只是放在我課程的部落格的同時 那奕翔兩公約監督聯盟很快的已經把它編出來了 那我非常非常的高興 大家等一下就會知道這個你今天來報名 帶了這兩本回去 就是你最大的這個這個禮物 這兩本將來會成為你在實務工作上非常重要的這個幫忙 那大家看到比較薄的這一本 就是ICCPR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那這個封面上寫了一般性意見 我等一下會告訴大家這個一般性意見是什麼 那但是大家如果翻開來 這個兩公約監督聯盟非常好的是這個在說明之後 他就先放了一個為什麼這個兩公約現在在我們國內法體系下可以談 撇開剛剛講那個我們要加入人家不讓我們加入國際法上還會有的一些辯論 為什麼這個辯論已經不需要再討論了 為什麼現在這個我可以很有信心的告訴你兩公約已經正式的國內法化 就是3月31號的時候立法院同時通過的這個兩公約施刑法 大家可以看到兩公約施刑法的第二條裡頭提到兩公約所保障的人權 具有國內法律的效力 在一開始這裡 一開始你翻開的這個第二頁左右吧 第一頁前面是一個說明 大家都有嗎 對不起我的眼睛實在是我已經要老花了 這個我沒有看到葉馬是第七頁謝謝 在葉馬第七頁的部分有兩公約施刑法 那這個第三條你會注意到適用兩公約的規定 這個施刑法更進一步的講到說要參照兩公約的立法意旨 跟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的解釋 那這些解釋就是現在你手中拿的這一套 General comment一般性意見 我等一下會進一步補充 那這個施刑法其實是目前讓兩公約所保障人權的規定 在我國的國內法體系下有一個法律效力最重要的一個基礎 那各位如果知道這個施刑法在最後一條 其實它當時並沒有指定施刑日期 那後來在2009年的人權日 馬英九總統就這個指定該日正式施刑 那為什麼我剛剛講說現在會有一個人權moment呢 為什麼過去這個庫署法務部跟政府機關 會這麼認真的在做些國家報告跟檢討 你可以看到在第八頁這裡 那這個兩公約施刑法的第八條也提到說 各政府機關依兩公約規定的內容 要來檢討它所主管的法令跟行政措施 如果有不符兩公約規定的話 要在本法施刑兩年內 所以大家注意到2009年的人權日那一天本法施刑 施刑的兩年就是今年的12月10號 所以各位如果有機會上去立法院網站 你會看到其實立法院網站在放暑假之前 它曾經做了一個新聞稿 發了一個新聞稿表現它的攻擊 那個新聞稿我想大部分人都只注意到選舉 很少人注意到這個我們的立法院真的偶爾會做一些事 所以立法院發了一個新聞稿說 它依據這個兩公約施刑法要去檢討的 不符兩公約的相關的法令 重新修職的修正的廢職的做了多少 它列了一個清單 我正在請這個我的研究助理幫忙這個double check 看看立法院講的這個清單 它是不是真的有做 然後這樣子的研究 所以這個 我們常常有時候只關心選舉 忘了選舉之後 立法院相關的施政其實也需要大家努力去監督 那這個就是這樣的一件事情 使得這個立法院也動起來 行政部門也動起來 大家都在兩年內希望能夠去檢討 那我們總統府的人權諮詢委員會也期待是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 那加入兩公約之後的第一份國家報告會出來 那這是為什麼這個兩公約現在已經跟我們內國的法律體系 是一個這個緊密連結的關係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那我其實還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因為不只是兩公約 其實在2007年當時的民進黨政府執政的時候 那當時的立法院也以條約案的方式通過批准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刑事歧視的公約 這個名字很長叫做convention on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那簡稱起來把每一個字加起來就變成C島 那簡稱婦女人權公約 這個公約甚至比兩公約的會員國還要多 那當時我們也是用條約案的方式批准通過了這個公約 也把批准書送到了聯合國 那當然好像是最後我們就是想當模範生一直沒有當成 那但是C島當時因為沒有同時通過施刑法 所以C島裡頭這個相關的跟婦女性別有關的這些權利 就一直還沒有真正的掉進我國的內國法體系 雖然有些國際法的學者國際人權法的學者已經這樣主張 那但是今年的立法院我們往往也注意到這些立法院租公們 或者是說這個所有的委員們的一些政治的口水跟爭鬥 往往忘了其實背後也有很多的婦女團體跟人權團體 在這個督促立法院要做一些這個真正是立法這個該做的事情 所以今年6月8號那沒有人注意到這件事情 沒有人甚至沒有小小的一個小小的新聞報導都沒有 但是這也是會對我國法治史上起一個重要變動的 是立法院通過了這個C島的施刑法 那其中施刑法的第二條跟第三條 模仿我們現在看到的兩公約施刑法的第二條第三條 也一樣去提到說C島當中對於性別平等 以及消除對於婦女一切歧視促進婦女平等權利的這些保障 都具有國內法律的效力 都具有國內法律的效力 那所以我會期待下一個這個我國國內的這個婦女人權的moment 很快就會到來 那而且比兩公約施刑法更進步的是這個這個C島的施刑法 在通過的最後一條就直接指定施刑日期 所以他並不需要仰賴政治人物來實現他的承諾 立法院就直接指定了一個施刑日期 就是明年的1月1號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主張這個兩公約在內國法化之後 兩公約所保障的這些人權具有國內法律的效力 所以這些相關的權利 那這個在國內法律裡頭都可以有適用 將來C島跟於性別婦女平等相關的權利 也會有一樣的效果 那這個是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這個事情 那 那 謝謝大家